加州歷史上最殘酷的山火 死傷人數達到83人 摧毀了12600個家園 今週資訊的曾維新和三藩市資源中心的杜麗沙 和大家深入災區直擊報道 大家好我是曾維新 來到Chico的Wallmark後面 周圍見到一個簡直是慘無人道的景況 周圍都是帳幕 大家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帳幕 其實現在已經少了 因為他們有些上班 還有shelter都開放了更多 給他們安置了 不過剩下的人真的很慘 剛才Theresa也跟Adam 我們這裡的負責人說過 Theresa 你說一下 剛才的負責人跟你說了些什麼 我們剛才說那些人的家已經沒有了 一天之內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們有些家庭可以去的 可以住一下 暫時來說 但是很多這些都還在 因為他們都不知道去到哪一處好 他們就很情感 他們都很興奮的 講解給我們聽 有很多物需 即是很需要的物資 希望大家會 一定要伸出援手 一定要幫一下他們 這個呢 這個是一個叫做 Crisis Respond 即是說一有災害的 Respond 裡面會有些書 有些基本的食物 還有一些梳 還有一些急需品 有這些人 有這裏 很需要大家的幫助 我現在和Theresa 來了這個East Avenue Community Church 這個就相信是附近最大的shelter 我們身後有很多一些fire victim 都已經在寄居 後面也有食物準備好的 剛剛其實這裡也很嚴肅 因為始終他們曾經是一個有健全的家 有健全的生活 但現在是一個這樣的地步 我們是需要給他們一個極度的尊重 不要讓他們有一個錯誤的感覺 因為剛才剛才那個主持人要給他一個准許 我們才可以進來 在我們身背後有很多受害者 災民在那裏 這裡有五六十個 這個就是medical command center 這裡有很多護士和醫生幫助受難者 我們邀請到這位醫生跟我們做一個訪問 嗨 我們在這裡都是這邊有關 我們有兩家庭人 dans這場地住的位置 我們有兩家庭人 plus我們有一個無奈 這裡奥裡 我們有一個区域 我們有一個新的工具 到這裡 找一個努力 和他們新的区域 我們還在這裏 需要各個私階的 要求自己的幫助 有些東西 尤其是温暖的衣服 住宅 回到後面,看到外面的浴室 人們在外面睡在外面,晚上的温暖 有些幫助 衣服、温暖的衣服 衣服、溫暖的衣服 這些是我們現在真的需要 現在仍然在教堂的地方 這裡是教堂的後面 因為教堂的地方比較小 所以容納了這麼多人 只能容許一些老人家 或者是有病、有行動不方便的人 在裡面就住 但是其他年輕壯士 就會住在後面這些帳幕裡面 可以抵受到寒風的人士 他們壯少少的人就會在這裡住 廁所和洗衣機都有 這裡是一個比較完善的地方 那些狗隻也會在後面見得到 所以我們全部都會在家中 都會在學校中 還要重新職業 這很可憐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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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媽 媽媽 我把車子撕掉了 我問為何你會這樣做 她說是誰的媽媽 希望你們能伸出援手 幫幫助有需要的人 好嗎?多謝 謝謝你 我的心 我們知道